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陳姓女士昨天下午 已經順利由家務病房轉到普通病房 目前她意識是清醒的 生命經驗是穩定 她的血壓早上是125 over 76 她的心跳也是80下 體溫36度9 目前她呼吸是17次 她室溫的血洋濃度是96 也相當穩定 雖然她肋骨斷了幾根 但是可見她的肺部的恢復 情況是穩定的 早上她是整個她情緒還算穩定 可以做起來自己飲食 她的頸椎方面 因為恢復得相當的好 所以目前固定的頸椎 她那個頸椎已經拿掉了 至於胸椎跟腰椎 因為經過很完整很詳細的一個固定手術 目前情況還是穩定 所以她可以做起來飲食 目前就是下半身還是麻痺 不過我們沒有放棄任何治療 她還積極的在復健中 我們希望大家再次多多集氣 祈禱她早日恢復她應有的健康 謝謝各位關心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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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 這個...那個... 絕光鎖 上下半時間 秋葵 感谢观看